前程祭拜媽祖 中二區立委補選綠營候選人林靜 以彰化南投相親後援會正式成立 據點選在台中彰化南投三處交界的台中烏日 要拉攏三地民意 民眾高居晚東瓜挺靜宜首排 要支持林靜宜到底 隨著中二立委補選進入倒數藍綠陣營打得火熱 嚴寬恒這邊回到大本營殺戮辦團員活動 跟鄉親拔乾淨 但被問到一言堂事件NCC只說 如果違法可申訴 嚴寬恒也有話要說 我們呼籲全國的鄉親一人一性向NCC檢舉 七個政論節目 他們的這樣子的一個涉及言論 對寬恒進行更大規模的攻擊 105號碼頭的案件 那另外一個案件就是所謂的清泉岡的 這一邊的這個土地的案件 也跟接下來如果他進了立法院 我們講的國防外交委員會 跟國防部是有關係的 他都要有很明確的自清 這個比他的違建案還要嚴重 林靜宜要嚴寬恒說清楚 講明白 至於綠營立委蔡奇昌 喊出2035年中火停役不拆除 嚴寬恒大力反槍 空物是不可能降低的 那要把它全面換成燃氣基礎 這也是假話 你沒有拆除舊有的燃煤基礎 你要再增設新的燃氣基礎 他們只有政治 沒有名義 距離我們的公投 剩沒有幾天 為什麼到現在不能好好地講清楚 他的方向是什麼 如何能夠讓民眾知道 他具有擔任國會委員的這些能量 暗藏嚴寬恒想改善空屋 又不願表態公投 畢竟選戰進入白熱化 除了積極爭取選民最大支持 藍綠戰營更少不了隔空較勁 歡迎新聞紅石層 陳薑波瑋 白雲飛 台中報導 從台灣視角觀察全球 掌握瞬息萬變的世界 我是何榮 每週三 週六 晚間九點 我在晚宇全世界 2.0 全行出發 帶給大家崭新的國際觀點 請鎖定環宇新聞台